在台湾有一个艺术气情浓厚的地方 常常观光客不辞千里而来 这位一组在这群山怀抱中的木胶小镇 今天教带观众朋友去拜访的是 这个位于苗栗三亿的木胶博物馆 现在就跟着我们的脚步 一起去拜访一下这个艺术殿堂吧 在日记时代 苗栗三亿的木胶产业 竟开始兴盛繁荣 也让这里成为远近熟悉的专业木胶城 而位于苗栗三亿的木胶博物馆 于民国八十四年开馆资金 也有十多年的历史 随着时代的远近 三亿的木胶艺术 也由遗忘的传统木胶 慢慢的转变为远色经济 我们成立这个木胶博物馆的意义呢 主要是在于呢 我们木胶的一个收藏品越来越多 整个创作的一个文化也 现在的不一样 整个形成过去的过往调层的一些 实用的一个作品呢 我们升华到一些值的文化气息的一些 建访的一些作品呢 所以我们设立这个木胶博物馆 三亿木胶博物馆 每年都会以不同地区为主题 展出国际木胶交流站 今年2008三亿国际木胶艺术节 自8月1号到9月28号 举办将近两个月的展览活动 为配合这次展览活动 三亿木胶博物馆特别规划 2008国际木胶艺术交流站 交情亚、欧、美洲地区 精彩的艺术作品来展出 配合各区域各自不同的文化面貌 激发出不同于以往的创作火花 也能让观赏者感受到 更为宽广及丰富多元的作品呈现 那这一次的交流展 我们一共邀请了欧洲、美洲、亚洲、三大洲 还有我们台湾地区的一些 优良的作品 大概有一百件 在这一次的交流展中来做这样一个展出 另外我们今年也扩大了几番我们过期的目标创作的比赛 那我们这一次的成果非常的丰盛 作品我们经过初赛、复赛到结显 那我们显出了六件U值的作品 那在我身后这件作品呢 就是我们得到第一名的一个创作的作品 所以我们这一次不管是在交流展也好 在创作比赛也好 其实我们成果是非常非常丰盛的 那也为我们参与地区的目标 打开世界的一个知名度 来自不同文化地区的作品 同样的利用木头来发声 创造了许多丰富多元的雕塑语言 这是各样加工精细以及颇具含逆的作品 让人看得入不狭気 要以什么样的角度来欣赏这些木标艺术品 也是十分重要的哦 我们要新朗作品之前 第一个当然先要点说这是什么木材 木材当然有分一个国外的木材 第二个是国内的木材 一般人他们说哦 当树嘛 其实台湾的木材有更好的 就像什么 哦 芹奥皮啦 梅妮皮啦 好 这是块木那一类的 先了解木材以后再了解什么 了解作者 创作者他对木头 他有看有时候一天两天甚至看三个月 有些木头他看三年 突然灵感来的他才是一颗木雕 所以他对木头是有充酷的感情 每一天作品都很不错 然后重点是他很多样性 而且策展人很用心把这个 有些国外的作品也邀请过来 让他互相做一个文化的冲击 我觉得很值得欣赏的 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 让本土与世界各地的木雕作品 互相切磋 激藏出美丽的火花 每周六日 国务馆还会邀请木雕师傅 到现场雕刻 与民众进行互动 观众朋友不仿训着假期 到苗栗三一的国立木雕博物馆 一起来欣赏一下这样国际级的艺术展宴 来趟资讯的木雕艺术之旅吧